Angela 许静韻 上电台宣传全新广东歌 《偷东西的女孩》 顾名思义 这首歌是一首说偷情出轨的作品 Angela说 其实这首歌 很久之前已经作好 兼录了Demo 可惜当时缘分未到 时至今日才有机会面世 这首歌由徐浩 就是我的好朋友帮我作曲 然后由林药玲填词 这首歌其实 这个Demo我们也做了两年多 是 但是是否一开始的Demo 其实是普通话版呢 因为一开始我自己唱的Demo 然后那个普通话版的词 都是我自己填 所以当时我们的Demo是普通话 填这份词的时候 就是想送给朋友 所以就写这份词的时候 因为在于我填广东话就很难 所以我当时就填了一份 很快就填了一份 普通话的版本 送给我的朋友 但是当时又有传给公司 当然六号之后 大家都不是很热烈的反应 所以这首歌当时其实自己也很喜欢 不过觉得可能大家缘分未到 所以就割置了两年多 刚才Angela也提到 当初她为这首歌 我亲自填了一份普通话词 是想把作品送给一位朋友 原来她是用来向这位朋友示爱的 是男生 但是没有一切 就是外媒的关系 你想送一份礼物给她 就选择了写歌 是的 因为我们这些人就没有什么可以送了 所以送一首歌是最实际的 那那个回答是怎样的 其实那个回答是好的 不过经过了深思熟虑之后 就没有下文 是否都是因为大家工作的原因 其实都是 因为当时都两年多 疫情的时候 当时可能很少时间留在香港 或者真的没有时间拍拖 所以就割置了 快将出发美国演出的Angela 十分期待 而为了记录下这次美国之旅 她还有一件事在苦恼 下个星期会去 所以其实这个星期一直都非常忙碌 宣传新歌 然后还有自己的排练 所以这段时间是分得很少 现在的电话是爆了 所以我现在在想 究竟我是买一部新的相机 还是一个新的电话去拍Vlog 因为我是想拍很多Vlog 因为这次是我第一次去美国演出 所以就想 现在又要排练 又要想买新的相机 又要很多东西想 那会在美国留留多久? 有没有想特别去什么地方? 其实我打算会去的士尼 因为景点就一定会去 然后会留两个星期左右 做进行 可不得 就会变成